大家好,今天我要讲的是《道德经》第62章 万物之傲 道是印币万物之所 善良的人把他当成宝贝珍惜他 不善的人也处处保住他 美好动听的言词可以换来别人对你的尊重 良好高尚的品行可以见重于人 那些不善的人怎能把道抛弃呢 所以在天子即位设置三宫的时候 虽然有拱臂在先四马在后的献礼仪式 还不如把这个清净无为的道尽献给他们 自古以来如此重视道是什么原因呢 不正是由于有求于他的就可以得到满足 犯了罪过的也可得到他的宽恕吗 就因为这个天下人才如此珍视道 这一章讲道的宝贵和修道所应坚守的原则 人不论善与不善 居高位还是居下位 在道上进步一分就有一分的益处 老子认为清净无为的道不但是善良之人的法宝 就是不善的人也必须保有它 所以有人认为这一章的心意就在于指出 世人在道面前应该一律平等 老子从主客观两个方面为有错者提供了出路 道不嫌弃犯罪之人 肯定会给他改错的机会 而犯罪者本人也必须体道 悟道领会道的真谛 主客观这两方面的条件缺一不可 周楚是东吴明臣周宝之子 他年轻之时必利过人 不好学习 整日驰场狩猎 纵情似欲 乡里乡亲的人都将其视为祸患 周楚自己并未意识到这一点 一次看到乡中父老愁眉苦脸 就问 现在时政和谐 年称丰收 何苦不快乐呢 父老感叹道 三个祸害未除 哪有什么快乐呢 周楚说 指的是什么 父老回答道 南山有白鹅猛虎 长桥下有蛟龙 周楚说 像这样的祸患 我能除掉它们 父老说 你如能除掉三害 那真是一旦 那真是一旧的大庆 周楚便进入深山 射死了猛虎 又跳到水中 与蛟龙搏斗 蛟龙十尘十福 游了几十里 经过三天三夜的搏斗 才将蛟龙杀死 周楚杀死了蛟龙 回来后 听说乡里 互相庆贺 三害已除 才知道 自己就是第三害 也了解了乡人 对自己的厌恶 他决定痛改前非 于是便到吴国 寻找著名学者 陆基陆云求教 当时陆基不在 他见到陆云 据以实情相告 说 我想修养操行 而年纪已大 恐怕来不及了 陆云说 古代的人看重招文道 晚上就改变过失 你前途还可以 应担心志向不利 何必忧虑美名不张呢 于是周楚便魔力意志 发愤好学 说话一定讲忠信 注意克制自己 后来周楚入境为世 无论任太守 还是处内使 都尽职尽责 爱惜百姓 远近都称赞他 296年 西北市 强等族反叛 首领齐万年称帝 朝廷派周楚为 建威将军西征 将军孙秀对他说 你有老母 可以凭这个理由推辞 周楚说 庸孙秀之道 怎么能够两权 既然已经告别亲人 侍奉国君 父母又怎么能把我当儿子呢 今天是我现身国家的时机 而曾经被周楚弹劾过的梁王司马同为征兮大将军 为了报复 逼迫周楚带五千兵 进攻数万人 从早晨到日暮 杀敌万余人 弓箭用尽 他手下劝他撤退 周楚按键说道 这是我等报效 陈杰 献出生命的时刻 为何要撤退 以身殉国 不也是可以的吗 于是 全力作战而覆没 朝廷了解到周楚的事后 给了他很厚重的嘉奖 周楚年轻时 被乡里视为祸害 但忽然醒悟 决心改过 终于成为一代忠臣 永留清史 孔子说 朝闻道 稀死可以 一个人 无论什么时候 只要能坚守正道 回归正道 总是不会晚的 好 这一章就讲到这里 谢谢